中国历史上能达到立德、立功、立严标准的圣人只有两个半人 曾国藩算半个,另外两个是孔子和王阳明 明代圣人王阳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今天带大家来拜访一下阳明先生的墓 在王阳明墓的墓前,我心里其实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这座墓居然是由281个日本人集资修建的 大家好,我是郑叔,我现在在浙江绍兴 今天终于来到了我最敬佩,最崇拜的中国古人的墓前 或许没有之一 这座墓当然就是王阳明墓 今天带大家看看这座墓,聊一聊为什么是日本人给它修墓 王阳明的本名叫王守仁 人称杨明先生 这里就是他的墓道 咱们看这墓道的两边有石像生 其实这些石像生不是他本人墓上的石像生 这是明末清初在平水镇迎风村发现的一座石虎 这个石虎跟刚才那个风格完全不同 他是在同一个村子发现的 但是呢,却不是一座墓的 有可能是一位明末清初的一品官员的墓 这种利虎的石像还是非常的少见 王守仁自博安浩阳明 出生于明成化八年的绍兴鱼遥 他父亲在他九岁时高中状元 后来官至南京立不上书 在这样条件优越的家庭里 王守仁幼年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从宋代以来像他这样的人 大多立志通过科举考取功名 然后入室做官实现自己的正式报复 他们的最高理想是践行圣人之道 可王守仁却觉得科举不是最重要的事 他立志自己做一个圣人 并且踏上了寻道之路 洪志十二年 王守仁考中进士进入官场 担任刑部主事 七年后他遭遇了人生中的巨大转折 这里啊有一个原型的一个广场 在广场的中央呢有四个大字 知行合一 这是杨明先生新学的核心内容 知行合一 因为得罪了当时全行朝野的大宦官刘锦 他为贬到偏眼的贵州农场 做一个小小的议程 就是管理当地的驿站 在去的路上 为了逃过刘锦的追杀 王守仁制造了自己溺水而亡的假象 才活着来到农场 当年那地方属于蛮荒之地 山高路险 到处是独虫瘴气 当地苗族等少数民族尚未开化 可王守仁却发现 这些蛮夷之人虽然不懂得礼仪 没学过孔梦之道 却存良善之心 即使是山中烧杀抢掠的盗贼 也知道言而有信 才能广接盟友的道理 于是杨明先生顿悟了 原来圣人之道就是良知 是非取之 只要求于内心 而不需要求于外物 这就是农场悟道 这是王明阳的骑士孙 借修之父王谋文 立的墓碑 王守仁去世后 由于当时的大儒们将杨明学说 看作伪学 明世宗并没有给他赐葬 只有门人和友人们出资 为他修建了一座造型简朴的墓 到了清初 王守仁墓地被当地豪族寝占 直到康熙54年 当地知府才把墓地追回 重修了王守仁墓 并且由他的后人给立墓碑 这座前龙年间修建的书写明世真才的牌坊 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近些年才得到了重修 郑德五年 大太监刘锦被大臣们设计除掉 王守仁的仕途才逐渐顺利起来 郑德十一年 兵部尚书王穷推荐他做督察院 做迁都御史 巡抚江西福建等地 王守仁到任后 发现当地政府管理混乱 盗贼四起 他决心带兵剿匪 虽然他从未带领过军队 但因为熟读兵法 并能灵活运用 甚至可以称为用兵诡异 结果在帝国偏远的山区 杨明先生百战百胜 很快消灭了各地多年未平的匪患 这之后 他又在当地兴建书院倡导如学 南干地区好斗成凶的风气 为之大变 他的神来之笔 则是平定宁王叛乱 郑德十四年 宁王朱晨豪经过多年的策划 在南昌骑兵 当时大明内地均被废持 朱晨豪率兵六万 很快攻陷夺地 王守仁正在去福建的路上 听到叛乱的消息后 他没有等朝廷的招书 而是自行组织招募士兵 在伯阳湖 王守仁复制了赤壁之战 用火攻打败了朱晨豪强大的水军 火捉了朱晨豪 声势浩大的宁王之乱 只35天就宣告结束 而正当明武宗朱厚赵 打算一线身手 遇下亲征时 却得到了叛乱被平的消息 郑德皇帝非常不高兴 他甚至打算把朱晨豪放了 由自己再抓一次 所以王守仁虽然立了七功一剑 却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 宁王之乱后 杨明先生开始向外界提出治良知 走上了一条 与其他士大夫们相反的道路 自董仲书独尊儒术以来 被改编的孔孟之道 成为士大夫们 辅佐君王统治的治世之学 到了宋代 成诸礼学 为儒学注入了新的血液 但这些学说都是面向君王 也就是俗话说的 豁卖帝王家 杨明先生的新学 却是以民众为手中 绝民行道 他把主要经历 放在民间讲学和启蒙教育上 因为良知不必求于圣贤 只需要求于内心 所以新学后来 被内阁大学士们 归为异端学说 这也注定了杨明先生的结局 嘉境皇帝登基后 因平定宁王之乱 给王守仁加官禁绝 杨明先生在梁广总督任上 继续荡平匪患 从无败计 朝野上下呼吁 让王阳明进京入阁 但却遭到了 礼部尚书贵恶的诋毁 嘉境七年 并入膏肓的王阳明 不等皇帝下旨 就擅自回乡 途中去世于船上 享年57岁 两岸百姓身穿素服 为他哭泣送行 去世前 他唯一的遗言是 此心光明 亦附何言 杨明先生说 天地虽大 但有一念向善 心存良知 虽凡夫夫子 皆可为圣贤 但是呢 杨明先生的心学啊 在明清两朝却沦为了非主流 这个当时啊 这城主礼学啊 是大兴其道 可是心学啊 东渡到了日本 却在那里生根发芽 长成了一棵参天的大树 日本的军神 东乡平巴郎 还有道圣和夫 都是杨明先生的忠实粉丝 王阳明墓 南有大港山 环顾对景 溪流环绕 北靠仙峡山 水聚名堂 侠西于水 虽说 现在这座墓 建筑在高高的拜台之上 风光秀丽 唯恶壮观 可其实 它在上个世纪 遭到过严重的破坏 1988年 绍兴县进行全面修起洞工时 日本人钢田五颜 曾发起捐款 所以这座墓 是在政府和281个 日本友人的出资下 才修复完成的 实际上 20世纪初 就有一些日本人来到中国 寻找王阳明的遗迹 他们在绍兴 找到了阳明祠堂 也在杂草之中 找到了这座墓 日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王阳明的粉丝呢 原来 阳明先生的传习录 在1602年就传入了日本 并且发展出了阳明学派 18世纪时 日本和清帝国一样 仍以城珠礼学为官学 而到了19世纪 城珠礼学 再也不能适应新形式的要求 导墓运动之后 阳明新学 被维新人士普遍信奉 成了日本洋务派的旧式良方 比如新学的信徒 左九尖向山提出了 东洋道德西洋艺术 它是日本版的中体西用 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 日本人开启了明智维新 并且迅速崛起 我国近代学者张太炎曾说 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 可见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中 阳明新学的地位之高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集资 给阳明乡人修墓的原因 好了 说到这儿 我还是觉得心里很别扭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做到这儿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个探索视频再见吧 拜拜 咱们下个探索视频